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職人炒米粉 很久沒炒過米粉, 我最喜歡吃星洲炒米 星洲炒米又是甚麼米粉 這隻叫做新加坡銀絲米粉 跟大家分享用魚露去炒 我以前做茶餐廳有一個叫做台灣新竹米粉 魚露炒米粉 有看我做炒米粉 我都說過很多次 這年有米粉回來, 第一步要怎樣做 包裝就說用暖水浸一浸 米粉一定要先煲一煲水 水滾之後, 放米粉 要關火 然後輕輕輕輕鬆 打這類型的銀絲米粉很快 約一分鐘軟身就可以把它撈起來 今天炒一份量約150克 一分鐘軟身之後, 用一個套餐把它倒進去 然後要晾乾水 放在一個陰涼的地方 吹冷 炒一份量的米粉, 配料就很動彈 家裡有什麼就炒什麼 拿了一些三色椒出來 切一點點乾蔥絲, 讓它更好吃 切到最後所有材料 我以前做這個炒生粥米粉, 只是用唐芹去炒 唐芹魚露炒, 很好吃 剛剛在冰箱裡炒了一些炒肉和魚蛋 我現在還未決定炒哪一種 大家有什麼心思呢? 想吃炒肉炒還是開一包魚蛋炒呢? 好, 盡量切幼一點, 備用 最後我用一包魚蛋炒, 為什麼呢? 因為家人喜歡吃的 魚蛋要怎樣切呢? 切到細細片就可以了 如果長一點的話, 切絲更好 這樣 配料準備好之後, 先拿兩隻雞蛋出來 炒米粉, 雞蛋就很重要 放五份一茶匙鹽下去, 之後就把它發出來 放五份一茶匙鹽下去 材料準備好之後 開火, 稍微燒熱直鑊 看看米粉 米粉, 用毛巾焗著, 養鬆焗著 讓它散發出來, 將米粉扯到軟身 然後我們還要把米粉吹動 如果想米粉炒得輕, 一定要把米粉吹動 當鍋燒熱了之後, 放適量的油 然後把米粉放進去 然後把米粉放進去, 先煎一煎香的米粉 做這些乾炒米粉有兩個竅門 放一個竅門就不要炒太多油 炒太多油, 要不要炒太多油 炒太多油 要慢慢煎一煎香 炒的, 要把米粉炒一炒 然後粉才會香 當米粉在炒太多 這段時間, 放一個鍋片 放一點蛋 剛才說, 為何做這個乾炒米粉 雞蛋是這麼重要的 大家看我做就知道了 炒這個蛋八成熟 我們慢慢把雞蛋 和米粉 慢慢把米粉混合 有些蛋碎, 米粉就好炒 拿筷子出來 慢慢把它攪鬆 慢慢炒 其間火不需要太大 把米粉中間炒一炒 把雞蛋和米粉混合後 可以加入其他材料 魚蛋 海椒 乾蔥 放在鍋邊 放大一點火 這裏炒一分鐘 炒至軟 炒一分鐘之後 我們要加入一個茶匙蠔油 先把它炒勻 然後, 把米粉混合後 然後慢慢混和 煮了30秒,主要是鹹味的來源是魚露 魚露可以放到大半茶匙 所以更好吃,放2-3滴鮮露或美勁 放1-3滴,拌勻 淋上醬之前,加入狗鍋 如果有糖芹就加糖芹 現在已經很香了 炒到尾,大家看到有鑊 炒米粉慢慢炒,煎香,慢慢辣香 鑊底不會有任何東西黏 筆上碟已經聞到很香的米粉香味 還有魚露的香味 如果喜歡吃米粉的網友,請按LIKE 如果喜歡吃魚露的網友,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分享一下這個 魚露炒銀絲米粉 那我就先吃東西了 多謝收看,下個視頻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